老師,我們先做,不能做就算。 老師,我今天去游泳,因為你幫我調整肩頸方面,覺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今天去游泳的時候,發現手卡卡的現象已經沒有了。 已經都很順,游起來非常順。 但是呢,才發現一個來自身的協助,這個平常接觸, 直接幫助你,再幫我調整,再幫我調整。 所以因為呢,有傳完酒的問題。 傳完酒的造型是很有高的。 而我們會在傳完酒,就是一個髖關節的問題。 髖關節的如果向外開,向前旋,那隻腳呢,就會纏著。 相反的,有一隻腳是,它不一定是向內, 有時候向外開的角度小,就造成骨盆前後不一樣。 像我們的長腳呢,一般來講就是,向外開,骨盆向外開。 位一開的話,骨盆就向上提高了。 在向前一旋,骨盆就偏著往前走。 但是呢,相反那一側呢,就是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來講,是有前後盆。 前後盆就會影響你背部。 像背部呢,尤其,走過來一下。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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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因為你做一點長腳, 所以你這邊呢? 肌肉呢? 用你這條豎膝肌呢? 它就會向後退。 就是骨盆又有前後,向前。 你的骨盆向前去,但是呢? 後面這條肌肉,因為有玄位的關係。 就是你的脊椎呢?會向後退。 向上。 前旋呢? 骨盆向前呢? 但是你的這條肌肉呢? 反而是向後退。 會這邊突出來。 再來,右肩這邊呢? 會比較突出。 你看,這下半部。 左邊下半部是向後退的。 對角的,右肩是向後退。 所以產生一類側腕的白心,會產生懸位。 產生背部的懸位。 所以你一下去右邊呢? 因為它比較平的上去。 右邊,右邊。 右邊,左邊右邊。 右邊就向後退。 這邊就那麼後退。 不平衡。 那現在我幫你看。 陳老家一條好的話,那現在就快變。 是這樣的? 包括洋堂。 洋堂! 哎呀!那我今天沒想到,你沒穿藏庫的嗎? 請問我這邊有,有嗎? 因為我以為只要做上半身就好了 靠上去就好了 對,長褲,靠上去就好了 有分前後嗎? 這個阿伯褲應該沒有前後 阿伯 阿伯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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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我現在齁,再重新給你檢查一次 這就是你骨盆啦,高低啦,強負的關係 那從骨盆的上來 你看,你骨盆上來就轉變成高的 左邊骨盆是向前 雖然你的骨盆是向上,向前,左邊 來,再檢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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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面筒 面筒也是向下吊槍 正常看你的鞋位 你看,你左邊呢 外旋比較大 當然右腳的外旋但是沒有那麼大 這樣嗎? 來看你的轉位 左邊啊 右腳 你這腳要對起 相同的位置上 你看,你的左腳呢 就開得又快又大 先說 你看,你的右邊就開得比較少 左邊開得又快又大 所以呢,你的基本的腳型 在乙骨盆真的叫 LO 這兩隻腳都外轉 外旋 但是呢 左腳的外轉 外旋 比右腳大 所以呢 腳型叫LO 我剛才 我從你的體型背後 背後跟你判斷 你應該是 左腳是偏長 現在呢 做揭秘腳型頭之後 是正確的 你的腳型是LO 非常反調整 調整呢 當然你左腳外轉外旋 右腳也外轉外旋 我會做你左腳的 做相反的 做內轉 內旋 但是右腳呢 我只會做內旋 不會做內轉 內轉 蠻鬆的 因為蠻鬆的 因為蠻鬆的 是不鬆的 因為我有在做瑜伽 因為我有在做瑜伽 瑜伽 是 做瑜伽的人都會鬆嗎 比較鬆 做內轉 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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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做了內轉 內轉 右腳呢 我只做 不做內轉 就偏向它下去 就內轉 你現在兩隻腳是 長往是一樣的 現在做一個叫壓膝的 壓膝的目的呢 是讓你的脊椎呢 兩側的肌肉呢 兩側大肌肉的豎肌肌 讓兩側肌肉鬆下來 一鬆下來呢 你的脊椎就會倒震 所以沒有懸位 就是不會那個像 側彎啊 側彎 後彎 你綁腳 你會先做那些暴膝的 沒有錯 直接綁腳 因為回家就累了 累 累的不是最好的理由 因為那個 我常常講 你要暴膝啦 要做一些那個 細部工作 一定要有一套的 什麼工法 就是讓你的脊椎呢 骨痕呢 腰椎呢 正位上 你在做暴膝 左右倒正方 再用你腰枕 前後你正方 好 那你的脊椎 整個的正位 晚上順便 你脊椎會更好 好 把整個身拉開 所以我媽媽也是要這樣嗎 最好 你就是給她綁起來而已 有壓壓膝是更影響 壓膝 就是做這樣嗎 對對 壓膝 就是說先壓完膝再綁起來 不會不會不會 綁了再壓膝 先綁起來再壓膝 對 再壓膝 我每一次 媽媽我都會幫你做壓膝 整個脊椎都在正位上 那有人說綁不住啊 為什麼綁不住 綁不住 就是因為你的身體不在正位上 要綁起來很辛苦 所以說綁腳呢 要試驗起 兩天的兩個禮拜 身體比較外面厲害的 是不是這兩個禮拜 現在這個叫做平背順跡 對 輕鬆這樣拉 整個背影它是什麼 會鬆掉 衣服療法 它有兩個 治療法 一個是自我調整 自我治癒 另外一個叫 他力療法 這是由治療師 那治療師做的話 就會比較深層治療 像你自己做的話 就沒有辦法做所謂 轉位和弦位的調整 治療師是幫你做的真心 我們要記得 我們身體有三個所指示 骨骼 肌肉 韌大 那骨架 就是歪了 一定要從從從 不要嚇死 肌肉是整個 固著在骨骼上面 你如果把肌肉不調好的話 你給骨架是不能回來的 所以說肌肉呢 它本身有個慣性 所以房間有很多 在調整 按摩推量 你看大家有經驗 那做完之後呢 它很舒服 為什麼 讓你肌肉韌帶 歸位 你鬆弛掉 讓你舒服 但是肌肉它有一個慣性 你本來也偏離 它又跑不去 所以說呢 功夫好一點 你要支撐三四天 功夫好 你像治療師 你就又跑不去 功夫好 那就看在這裡 接著呢 我們做一個叫做 左右巡邀 尤其像你左右兩邊的 背後的肌肉啊 骨盆腔不太正位 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本來是在 以古列法師 閃腰救命 但是我想 為什麼要等著 閃腰再來做這個動作 譬如平常在家裡啊 早晚啊 做一次 讓你的肌肉呢 都在柔軟的正位上面 它就不會有閃腰問題 很多人啊 現在人啊 很多是什麼呢 打個噴嚏啊 熱腹會動 當然骨食疏鬆有問題 另外呢 肌肉也不一樣 不當的拉動 牽動 鞋動 拉動 就會造成一個 肌肉不在正位 每個打噴嚏 剛好一個 能來一個用力 可能 肌肉的問題 可能 把你熱腹很好 現在人最多的問題 就是 所謂低頭組 一天到看電 滑鼠機啊 頭都滴滴的 你看人家 臂部怎麼拉折 所以說 衣服良法呢 它可以幫助 一些 所謂的知識不良的朋友啊 透過衣服的學習 讓他坐下 站裡站樣 睡有睡房 睡姿啊 那你回家就不會歪 歪心有萬一 現在人啊 睡眠品質一直都不好 當然 跟你床 軟臉部有關係啊 因為你的床 沒有毛支撐力 另外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知識 嚴重的 出了問題 你看現在上班主說起來也很不可憐 一上班 硬件工作就有電腹 一上去 就是幾個鐘頭 一上去就是四個鐘頭 又傷很神啊 又傷肌肉 那學生也是一樣 很多功課都在電腦上面拿著 我以前上課的時候老師說 手寫的我不收 一定要打字 要打字 因為我那時候還不會打字 因為我那時候還不會打字 就是都去叫 請人家幫忙打字 後來實在是沒辦法了 才自己學 所以現在都會自己打字 自己會打字 最後一寫一次 五分鐘 他自己寫一次 五分鐘 他自己寫一次 他自己寫一次 好 這個左右懸腰呢 動的 左右各的食物 他待會不會有不動的更是一支 所以在家裡就很簡單開字 做 做这样是要几分钟 一分钟一次一分钟 左右各一分钟 两个次 各两分钟 不动的各十分钟 为什么需要做动跟不动呢 你知道吗 弥补力学的疗活 什么力学呢?有一个叫动力学 有一个叫建力学 当然呢 我们的肌肉也有两种 一种就是速肌 快速的速,就是快肌 另外有一个慢肌 快肌呢,就是让你肌肉呢 有一个爆发力 速度很快,爆发力 所以你看端跑健将 那你都是 快肌啊,就是速肌化的 那个马拉松 选手呢,就是端跑健将呢 他慢肌 他慢肌呢,就是他 慢肌 那我们呢,可以同时呢 训练我们快肌跟慢肌 动力啊,这个是属于动力的范畴 等等的 都不动了,就是健力的范畴 肌肉 健力一拉就是呢 storage,就是牵引 像很多西医部 那个所谓的整腹啊 那叫牵引 牵引呢,就把你肌肉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拉 鬆掉 对 他好像觉得这边可以倒得比较多 哦,是不是 这边倒不了那么多 因为右脚是短脚 短脚会比较 那个 因为短脚 你这边的关关节会比较紧 这边呢,就可以下来一点 对,这边可以下来 对,左脚是松脚 对 那这边就下不去 下不去,对 对,对 对 对,你这边的关关节就一直紧 下不去 这边关关节 那个谢检老师那边做检查 这边有问题 这边的关关节有问题 对 对 你谢检老师那边剪排一次过 对 对 对 多少时间呢? 你剪排一次? 嗯 就看你要做多少项目吗? 嗯 那我之前做的没有做到髋关节的项目 嗯 那后来 就做了一次的是有髋关节的 然后就发现那个髋关节是有问题的 对 又讲了髋关节它是比较紧的 对 对 他以前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 髋关节就有问题 所以并没有检查髋关节 后来 呃 最后一次做是有检查到髋关节 才发现那个髋关节跟这个左手 嗯 左手跟髋关节都有问题 对 但是 我想这一年下来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改善 老师你那个帮我关掉 然后再重新开好不好 因为太长 好 关是关哪一个 哎 有一个红点点的地方啊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红的 这手手压的地方 哦 这左边在按一下 按一下它就 它那个录影的就没有了 有没有 那你再按一下它就有了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写R1C 写R1C 从上面按是不是 嗯 不是 不是 不是上 哎呀 那边边边了 你先看那里面是不是 就是